各位追新聞的讀者,你們好 今天也想講講最近有一件事 有一班警員 利用他職權之辯 就拿到一些涉及風化案件的 當事人的資料 就將那位女主角的相片 download了 在網上到處傳 結果調查了之後 警隊就說他們只是好奇 不作檢控內部處分 我不知道內部處分是甚麼意思 不過大家過去幾年都知道 所謂警察所謂的內部處分 通常都是吸黑豬仔 然後就不了了之 內部處分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或者多少處分 可以很有彈性 根本就沒有後果 我覺得香港人對於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這些雙重標準 標準不一 對於一些建制人士 犯下的嚴重罪案 哪都刺人這些 往往輕判甚至不判 不作出檢控 而對於一些很輕微的行為 只要你是反對派或爭取民主 社會運動的人士 就告到你盡 一個十幾歲的小孩 他有幾萬元 就說他是花黑錢 但是前律政司長的丈夫 過去十幾年 我想圍標賺了不少錢 但是搞了一輪 就是罰款了事 一億五千萬的了事 我想過去幾年 香港政府的律政署 警方在檢控過程裡面 不斷雙重標準 而且赤裸裸地 以不同的標準來作出檢控的決定 是完全迷反了香港一貫以來的那些檢控的政策 但是這些做法似乎不了了之 而且是無日無知的 基本上 就是 無論你 僅存的一些傳媒 怎樣批評都好 其實批評的時間已經很薄弱了 這個政府似乎都 無意去做任何事情 去挽救自己的雙重標準 和那個 那麼 偏頗的態度 那你這樣的情況 打壓香港的司法 那個公正性 蕩然無存的 你還告訴別人 你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一個國際城市 商業中心最重要的就是 規矩要清楚 但是現在你政府 為了打壓這個民主訴求 北京當局 特區政府 不惜用盡一切手段 不惜赤裸裸地不公平 不惜不斷製造一些雙重標準 甚至是不介意 這些這麼明顯可以看到的不公正 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這樣出現 我知道很多鄉人都慢慢 可能都會見怪不怪 甚至習以為常 所以我今天 我趁著這個機會 我要再講一次 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習慣 我覺得現在的趨勢就是 北京當局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現在的警隊也好 律政司長也好 他們是不介意在一段時間裡面 用盡一切骯髒的手段 用盡自己手上的權力 是去令到大家對一種 就是有權就可以無法無天 完全沒有標準 可以縱容一些自己人 可以很小事 就用很嚴厲的手段 針對一些他們不喜歡的人 他們希望這些方法 令到大家不敢再發聲 或者說令到大部分 其實可能沒有特別的事的人 他未必會做這些事的人 都慢慢習慣這種情況 即是所謂的 製造一種新的常態 當這種新的常態 慢慢成為社會現實之後 大家就會對這種新常態 感到冷博 不覺得有憤怒 不再對這些官員有任何的要求 不再記得我們曾經有過的一些程序公義 不記得我們曾經有過的那些司法公正 甚至對警察、對官員、對議員 都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和期望 那時候大家不需要記得那些議員是誰 也不需要理會那些官員是誰 總之他們全部都是為這個權勢做事 大家越是不記得他們就越好 他們就在一個 所謂集體的邪惡之下 將自己的面目模糊化 然後再不會承擔什麼壓力 也不再擔心有人會記得他們 就是想這樣 所以才會出現 這些所謂的紀律部隊高層 小小事就說你假新聞、假消息 但是政府或警方長期不斷說謊 好像摘以為常 說了不覺得有什麼事 是吧 不斷用極之窮恐極 就是幾十個或者不知道幾多個警務人員 利用他職權之便 將那些當事人的資料拿出來 download了拿出來傳 這個是一個相當之嚴重的濫用職權 甚至是違反了政府這幾年經常說的 有什麼私隱之類的 但是竟然可以不了了之 紀律處分、內部處分算數 我記得去年九月的時候 有一個入境處的民員 只是利用他們公務職務方面 拿了一些人的資料 所謂起底 就被警察抓了 然後告上法庭 然後他們坐了 要判了四十五個月監 當然我不是贊成一些起底的行為 也不贊成任何人 用一些職權之便 拿一些他接觸到的資料來公開 這個對誰都不可以容忍 但是一個民員 download了一些資料 然後公開了 究竟這件事的嚴重性 比起一群警察利用職權之便 連download一個當事人的相片 周圍傳閱 人數不知有多少 究竟誰的罪行更加嚴重呢 輕重的標準在哪裏呢 很清楚的 就是這班警員所做的行為嚴重得多 你這麼搞法 香港人還敢報警呢 有事還敢找你警方接受調查呢 我們已經聽過了 在過去幾年 很多在各土不同場合受傷的人 免得過都免得報警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說去年他不見了手機 他去有關手機的經銷的單位 經銷的商號 去尋求看有辦法 保證他的資料可以拿回來 當時那些職員建議他報警 我那位朋友說 我不想報警 我不想去警察局 為什麼警察做到這樣 是沒有了公信力的呢 剛剛今早早 香港民意研究所公佈了最新一輪 紀律部隊及駐國隔離軍的民意評分調查 雖然好像升了一點 但是大家看看 香港人對香港警隊的信任之低呢 你真是似為警察的 香港人都似於這個警隊為伍 而這班警察今時今日做這樣的事情 將一個當事人的樣貌 一個女子的樣貌 帶來傳來傳去 竟然是沒有後果的 紀律處分 是沒有後果的 你叫香港人怎麼相信這些警察 再跟去年9月那個個案比較 去年那個個案一個人做了一些起底行為 坐了45個月 你枉為執法者 所以我除了想突出講這件事之外 我只是想呼籲一句 香港人不要習慣 不要對這些邪惡習以為常 不要對這些雙重標準 慢慢變成我們覺得沒有所謂的事情 這個政府就是想大家習慣 大家想大家對這些事不再有反應 想大家對這些赤裸裸的不公平 赤裸裸的不公正 和濫用權力 變得冷卻 我們不能不冷卻 我們繼續說 大家就算不能夠繼續說 要提自己 要繼續憤怒 不可以讓這些事成為香港的日常 更不可以讓這樣的施政作風 成為香港的新常態 今天講到這裡